大家好 我是鄭匡宇 好久不見了 鄭匡宇每次與正妹座談這個節目啊 我相信大家也等了非常久 那這一次呢 你看我身邊這一位 你沒有看錯 這一位呢 就是現在人氣鼎鼎大名 在網路上非常有美常常上電視訪談的 空姐作家師 太多這個title了 我都記不清楚了 林雅若小姐 我們歡迎雅若 大家好 我是林雅若 目前是空姐作家 然後我之前有出一本書 就是林雅若《詩集》 那裡面是收入我得獎的一些詩作 那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身份 就是我也是印度旅遊達人 有的時候會上電視穿印度裝 介紹印度旅遊的美好 對 感覺像這個主持人可以直接刪掉了 為什麼雅若自己就可以當主持人 把自己介紹這麼好 那麼今天請雅若來呢 我們是有這個非常多好的話題 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那大家一定都會很好奇 像雅若這樣子的正妹 這麼漂亮的女生 平常一定會有很多人跟你搭訕 我們來稍微聊一下 就是 你覺得 台灣男生在搭訕的時候 到底有哪些不好的行為舉止 那你有對他們什麼建議 講一講你的經驗吧 其實 從小到大我還蠻常被搭訕 可能因為我住板橋吧 就是板橋人 板橋人來搭訕這樣 沒有 就是人來人往 所以還蠻容易被搭訕 那我覺得男生搭訕的時候就是會讓我比較反感的 就是我覺得他們蠻多就是對自己會非常沒有自信 因為要搭訕還沒自信 他們怎麼做的 他們都說 欸小姐 我可以跟你做朋友 他就是不敢正面的這樣看你 對對對 我來演一下齁 小姐 我可以認識你嗎 然後我就 蛤 幹嘛 對 這樣本來就是有一些人他會這樣子 直接你在跟你背對著我 他要把你叫做小姐 就拍你 對 就幹嘛碰 我就會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是是 對啊 然後有一些他就是為了 他可能就是為了要拿到你的電話號碼 他就會非常的呛 或者說你一定要給我電話號碼啦 然後你就會覺得我為什麼要給你電話號碼 然後有的時候就我很想擺脫他 甚至我會給他我男朋友的電話號碼 沒錯 有一些人還會用這種爛招 就是會故意講說 欸那個我的電話手機沒電了 你可不可以借我的手機 然後撥到自己的手機 各位 這招已經被破梗了 在本節目上被破梗了 OK 這樣子不要用啦 對啊 而且我覺得有些男生就是 我覺得他可能本身真的非常的沒有自信 然後甚至說譬如說如果我拒絕 就是不給他電話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我遇到我就掉頭就揍 那他就是在大街上 他就大吼 真的喔 他就說 因為你多漂亮 多了不起喔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怎麼會有這種人 就是有點很可怕 可能就是有這種人啦 所以其實我在我的書裡頭呢 常常跟我的這些讀者粉絲分享就是 我們有想要認識別人的權利 但是別人也有不想認識我們的權利 對啊 所以當我們被拒絕的時候 你就說聲 Thank you 謝謝你的時間 這樣就可以啦 對啊 因為我覺得遇到惱羞成怒的人 真的會讓人家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嗯 對 對 所以剛才到現在呢 我們講了這種不好的搭訕 那麼你們有沒有遇過好的搭訕呢 好的搭訕喔 嗯 因為我本身就之前是空服員嘛 然後有的時候會飛到不同的國家 然後遇到不同的國家的男生 那讓我就是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就是我們有飛羅馬 就是義大利 那有一次我在路上走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義大利的聲樂家 但他其實是韓裔 就是也是韓國人這樣子 然後他在義大利當就是唱歌劇 那我覺得外國人就還蠻會展現自己的優點 跟他們的天分 所以他怎麼跟你說 他就直接說 小姐我想認識你 在認識你之前呢 讓我用歌聲來感動你 他是怎麼說的 他好像 他好像就是剛好我站在那邊等人 就是在那種很漂亮的噴水池旁邊等人 然後他可能就看到我在那邊等 然後他就開始就是 因為你知道國外很多那種街頭藝人 所以他就在旁邊他就開始唱起來 所以他沒有先跟你講話 直接就唱這樣 他就直接唱 然後唱了之後呢 就所有人就是就是委屈 就是所有人都圍觀 因為他真的唱得非常好 那你這時候怎麼沒有默默的走 沒有 其實我本身也還蠻喜歡歌 就想說 欸這個就是 不用搶 然後又唱得很好聽 然後我就這樣子 就在旁邊這樣 就他一直對著你這樣唱 就大家都知道 他是有點就是表演的這樣子 然後可是他唱唱之後呢 他就 他唱的那一首歌叫做 就是讓我簽你的笑聲 對對對 就他就跑過來 就是他就這樣邊唱 然後邊走 他就這樣走過來 就簽我的銷售 然後就唱起來 然後就所有人就是這樣子 就鼓噪這樣 對對對 然後後來唱完之後 他就是就繼續下一步的搭訊 當然就是姓名電話E-mail 然後拍個照 然後吃個飯這樣 對啊就是你當場就會發現 所有人就是為他的那個就是唱歌的才華 然後你自己會覺得哇就是好浪漫喔 在羅馬 對所以說大家有沒有發現 聽起來都這樣講 講到現在你會感覺到搭訕的時候呢 可能啊最好你要能夠想辦法 住你的location 你的地點要好對不對 這樣這個觀光客在國外旅遊幹嘛 對觀光客來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在旅遊景點搭訕 那麼同樣的如果有才華要盡量展現 對 這可能就是一個讓你搭訕會比較容易成功的部分 對沒錯 那麼這時候我就有一個問題了 剛才搭訕搭得好的是義大利 是不是外國人 羅馬 那有沒有台灣人搭訕搭得比較OK的 台灣人喔 不要說我 我知道我搭訕很厲害 有沒有 有沒有 台灣人喔 我要仔細的想一下 好沒關係 在他想的同時呢 那我們先這個休息一下 在下段節目裡頭呢 我們會分享台灣人怎麼搭訕搭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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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